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溪 初次見面 這是我的第一支視頻 其實今天對於我來說呢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大家可以看我現在所處的環境 沒錯 我現在在機場 而且熟悉的朋友可能也知道 這就是上海浦東機場 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呢 我就要乘坐去日本東京的飛機了 那麼這一次去日本不是去旅遊 而是要搬去日本 其實在過去的幾年時間內 我有因為留學或者工作 曾經在日本生活過三年的時間 那麼這一次我既不是去留學 也不是去工作 而是 而是呢 而是要 而是要嫁去日本了 沒錯 其實我已經結婚了 然後我的老公他是日本人 所以說這一次 我就是要過去跟我老公一起生活的 其實今天呢 我不是一個人 我的老公也來啦 他在那裡 我們剛剛是從湖南長沙轉機過來的 他大概一週之前到了湖南 然後我們在我的老家 玩了一個星期 然後這一次他就專門陪我一起去日本 平時我都是一個人出心比較的多 那麼這一次有他陪我呢 我覺得非常的放心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張紙 就是能夠確保我 能夠順順利利的入境的一個文件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我非常非常喜歡的在樓資格 像過去我所拿過的留學和就職簽證 它其實是有很多限制的 比如說留學生 你就只能夠在你所就讀的學校讀書 而且如果你想要工作的話 每週只能 好他這個廣播終於完了 留學生的話 你就只能在日本 以學生作為你一個主要的職業 如果你想要去工作的話 他也對你的工作內容和時間 都有很多的限制 那就老的話也就是一樣了 你只能在這一家公司 作為他的社員進行工作 而且還不能夠 有第二份職業 配偶者簽證的話呢 他就給了我非常多的可能性 我不需要去移服任何一家學校或者公司 然後就能夠在日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也是這個簽證 給了我這樣一種動力 想讓我來開始用Vlog 來記錄自己的這樣一種 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生活 並且把其中一些 我覺得有意思有價值的片段 來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感興趣的話 請一定記得訂閱我 那麼這裡登記時間也不久了 我就這樣子邊走邊繼續跟大家聊 有人幫忙推行李 自己可以這樣子帶手拿上去輕輕鬆鬆 我剛剛突然想到 我一直在說這個在留資格這個詞語 對於大部分的朋友來說可能會比較陌生 它其實和人們常說的簽證 是兩個概念 簽證 它是讓你能夠進入一個國家的一個憑證 但是至於你能夠在這個國家待多久 在這個國家幹一些什麼 它就是有這個在留資格來決定的 在日本有像剛剛我提到的學生啊 工作啊 然後配偶者啊 還有很多各種各樣 七七八八的在留資格 很多啊 那啊 16 哪裏有哪裏 啊 結構先的 我們所在的16號登機口真的好遠 明明17 18都是連在一起的 16就完全隔了好遠 肚子餓了 不知道等一下飛機上會有什麼吃的呢 我希望它多一點肉和菜 因為我都不怎麼吃米飯之類的 也不吃麵不吃主食 人好多啊 ok 我們終於到了 我們現在就在飛機上咯 好 飛機上真的好冷啊 所以有雜工做衣服 然後還問空姐要來了這個麻辣湯 熱飾需要嗎 好 要這樣來吧 放心 是 今天的飛機餐是義大利麵 我還以為是有肉的飯呢 這樣子的話就全是碳學化合物啦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內容是 銀耳之類的 小甜點 蛋糕 蘋果汁 餅乾 全是碳學化合物 欸不過我真的好餓 我就吃一點這個麵吧 看上去還不錯的樣子 剛剛已經降落咯 坐了兩個多小時 那麼接下來就給我試過海關和入國檢查吧 好久沒有來日本了 我們現在降落的是東京雨田機場 我發現它在路邊就裝置上了這種枫葉 就非常的有秋天的氣息 終於出來了 實際的那個入國檢查 比視頻中的那個排隊可能還要多上三到四倍 我老公他走那個日本人特別通道 才花了三十秒 但是我花了大概有三十分鐘 那麼現在時間也已經不早了 已經是傍晚的大概六點多了 我現在就要回家啦 終於回來了 好累好累啊 對你們可能會想 為什麼我是今天搬來日本 但我感覺對這個家很熟悉 而且我用的是回來了就起 關於這一點呢 我想等到明天再跟大家解釋 今晚的話 真的是太累了 而且我老公說他晚上就吃泡麵 然後他剛剛在超市那邊買了幾個燒賣 就隨便簡單解釋 那我現在就給他泡水了 然後水龍頭也很久沒開了 所以我先放一下水 讓那個水龍頭流動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我覺得 那我就先弄完飯吃囉 那我就先弄完飯吃囉 是這一邊 我們去看一下吧 往這裡講 是這樣子的 在入口的地方 他有介紹這邊種植的花 以及他盛開的季節 春天 夏天 秋天和冬天 秋天有這些 我也不知道他們的中文名是什麼 他們在這邊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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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那些小朋友已經和他們的媽媽回去了 所以我就坐在這裡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昨天晚上我聊到的那個房子問題呢 因為大概在兩個月之前 我為了搬家以後和我老公兩個人能夠住比較寬的房間 我特意來了一趟日本 所以說那個時候我們是一起選房 一起搬家 所以我就已經對那個房子有一定的了解程度 啊好冷啊 已經是秋天的感覺了 你們可以看到整個天空 然後還有這個頭髮被吹起來的感覺 好那麼我的第一支視頻就到這裡咯 大家有任何疑問呢 都記得在下方給我留言 還要點讚分享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記得要關注我 因為我打算以後每周都更新新天 來介紹我在日本的新生活 それでは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